监狱里的罪犯是不是都是坏蛋 从法律上来说是肯定的 可从现实角度来说 非夜 这是六名被黑布蒙着头的重刑犯 车上的乘客都在抱怨 他们这些人渣怎么会乘坐民用巴士 一个小女孩好奇地望向他们 可突然一个急刹车 小女孩的玩偶掉在了地上 一名蓝色眼眸的罪犯 好心听女孩捡了起来 可女孩却被她的模样吓哭 车上的乘客更是纷纷弩骂 在他们眼里 犯罪的人都是嫉妒自我和自私的人 她一定是想抢走小女孩的娃娃真不要脸 在罪犯下车后 小女孩更是愤怒地将娃娃丢出窗外 教官也毫不留情地用棒子打在了她的身上 人渣是没有资格去碰别人的东西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被黑布遮盖的六名种刑犯的身份 竟是有着一张质人脸庞的青春少年 他们带着机场露露的身体 以及伤害满部的心灵被特殊少管所吞噬 医生以检查身体为由 对他们六名少年进行身体上的摧残 一旁的师员教官却十分不屑 表示他们这群臭虫竟也有羞耻之心 遭受如此对待的众人早已失去了抵抗的力气 可身体上的摧残 也仅仅是连于底层生活的开始 他们六人被送入二社六房 里面有一个见瘦的男人抱着书本阅读 出于礼貌的他们想要询问前辈该做什么 但男人的态度有些冷淡 甚至吵架他们六人都堕落到这里 还要维护那廉价的自尊 所有人都被这句话给激怒了 竟然都是人渣 那么自相残杀也不会有人去管吧 六人正好需要一个对象 来发现先前被医生摧残的不甘 但现实给他们狠狠地上了一课 六人相继上阵 可却被眼前男人全部放倒 而这萤幕正好是十元最想看到的画面 他又有理由可以来教育萤幕 冰冷的棍棒不断在他身上挥舞 十元和六名少年也一起加入 但他们早已被眼前发生的一切给吓傻了 在把萤幕打到昏厥后 十元感觉还不过瘾 于是把目标转向了六名少年 然而昏厥的萤幕 将十元的怒火重新转移到自己身上 幸好有左左摸医生敢来制止 但萤幕对这个外表慈善的老头 却更加警惕 在目睹他们两人走出牢房后 他再也撑不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在萤幕昏厥的期间 六名少年都陷入了沉默 明明在前一刻他们都还在互相争斗 明明在这个糟糕的环境中 不该去相信任何人 可萤幕前辈之前的举动就是在保护他们 不被人理解的他们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温暖 他们所有人的罪行 随便一条都是罪大恶极 杀粮畏随 欺诈 盗窃 等等 就这样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萤幕总算醒了过来 所有人都向萤幕表示感谢 他们纷纷抱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萤幕的称呼也改成了萤哥 在后年的夏天 所有人都会重获自由 这也让本来绝望的众人看到了希望 然而现实的残酷 绝不是这群少年所能想象的 张相俊丽的张 有一个漂亮的妹妹慧 凭借对慧的思念 才当张获到了现在 男儿是让他们的丑恶老太婆 却来探监 将会要被收养的事情告诉给他 多年前他们被母亲抛击后 导致张对大人充满了敌意 他不认为被收养是一件好事 于是成天忧心忡忡 在工作一天后准备洗澡时 张罕见地看到烧管所的大门敞开 对妹妹的思念就像洪水一般不断涌现 男还没等他从回忆中清醒 水鱼的惨叫声就响彻了整个烧管所 他咬伤了自己的手臂 吸引了守卫的注意 黄城附近有毒蛇出没 其他六人全都明白了水鱼的所作所为 于是也开始不断制造混乱 应该推了仗一把 让他不要再回来了 对妹妹的思念让他没有丝毫犹豫 银行泪水朝着大门狂奔而去 后来石原被首长罪责 要求在48小时内必须把仗抓回 制造混乱的众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的惩罚 对于这个结果水鱼并不后悔 他本来也有一个妹妹 可家里的老爸是一个烂酒鬼 每次刷酒疯的时候 水鱼都会带着妹妹离开家里 可唯一一次一个人离家出走时 却看到遮蔽下空的巨大蘑菇云 一瞬间的闪光以及灼乐 所有的一切都花为灰烬 水鱼对家人十分在意 所以才会不顾一切 要帮助张找回妹妹 他实在没法放着他们不管 男儿六人的努力 却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局 张跑来孤儿院找到了妹妹 可石原他们就在这只手足带兔 就连四点的妹妹也并不想跟她离开 那个想收养她的好心能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 全是面前的丑陋的老太婆 冷无可能的张在所有人面前 把老太婆对她做过的 丑恶之事捅了出来 那无数个夜晚所受的委屈 在今日彻底爆发 可换来的只是老太婆粉浓的爆扣 即便心血从恶头流出 但张的脑海也只有妹妹一人 她不在乎自己受到的伤害 只希望妹妹不要受到伤害 可惜妹妹早就不相信 妈妈还会回来 她深知他们这一类人 只有技能离下被人利用才能够活 妹妹为了不让张急于受伤 于是狠心赶走了她 身后独自一人在深夜哭成了泪人 而这次越狱失败 让其人中的龙子非常不满 她的父亲在参军后三个月死去 母亲为了给龙子吃一颗汤 竟被迫与龙夫发生关系 她亲眼看到母亲在自己面前被人玷污 从那之后 龙子开始逃避人生 她变得性格孤僻 认为相信别人根本不会得到好下场 可好不容易在少管所感受到温暖 可张却没有救出妹妹 反而让她受到连累 从此之后龙子便有意远离六人 这个情况被诗员看在眼里 在监狱里一旦生感情 在她看来是零零呕吐的画面 她不会让鹰幕好过 于是把鹰幕被关进少管所的罪行说了出来 她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个消息的龙子特别震惊 也让她坚信 鹰幕这些时间的好大根模样是装出来的 果然人都是不可靠的 她在众人面前公开揭露了鹰哥的罪行 其他人不愿意相信 但也着实被这个消息给吓到了 如果是真的话 一个人得多么心狠手辣 才能对自己亲生父亲下手 他们想让鹰哥做出解释 可对于这件事 鹰哥却不想过多解释 原先和谐的氛围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有人的友谊第一次出现了问题 而诗员可不只是想让二射六房的人 鼓励鹰幕那么简单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杀了鹰幕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机会 龙子兜兜抽烟 被诗员发现 着急的龙子把烟头扔向了窗外 火星竟意外点燃了鹰射 石渊要求龙子把偷藏香烟的罪行 栽赃给鹰幕 并在他面前 扔掉了二射六房的钥匙 这样一来就能判定 是鹰幕偷藏香烟 而引发大火 最后被活活烧死 可石渊没想到的是 鹰幕根本就不在六房 即便如此 石渊也没有在意六房的其他人 这些人渣的生死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得再想想 要如何整死鹰幕 然而鹰幕竞嘲的熊熊大火 狂奔而去 只因为他得知六房的重人 都被困在其中 龙子本想继续逃避 试图让鹰哥放弃六房的重人 只要自己能活下来就好 这样一来 他也能稍微心安 不被全部罪恶所吞噬 可随着鹰哥那一句 即便他们不把我当兄弟 但是啊 我还把他们当兄弟 龙子多年来所坚守的原则 被鹰哥彻底击破 他发了疯了 来到之前石渊丢掉钥匙的草坪 好不容易找到六房的钥匙 却被石渊发现 他威胁龙子 叫出钥匙 不管石渊如何使用暴力 龙子都厮守钥匙不放 他生病以来第一次有了兄弟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石渊也懒得在龙子身上浪费时间 他认为六房的重人 早就被大伙吞噬带尽 可即便如此 龙子依旧拖着伤痕内内的身躯 朝了六房飞奔而去 如果那群人都不在了的话 那么他自己一个人活下来 也没有意义 这么多年来 龙子头一次感受到 活着的意义 幸运的是 大伙虽然让重人显得昏迷 但在龙子的呼喊下 他们也都缓缓回复一时 还以为六房重人都魂归西天的石渊 露出了极为狡诈的小龙 可还没得意两秒 六房重人互相缠服 走出了火海 石渊像见鬼一样浑身颤抖 却还要强颜欢笑 表示很担心他们 龙子不想被罪恶吞噬 打算收出这次火灾的源头 可却被英格拦下 紧接着一拳 回响了石渊那恶臭的嘴脸 他早在离开牢房时 就投听到了石渊与龙子的对话 他不怪龙子 一切的一切 都是石渊这老鬼的主意 英格在挥出这愤怒的一拳后 也终于精疲力尽地倒了下去 几人的性能危机 随着这场大伙被扑面后 烟消云散 彼此的隔阂与怀疑都荡漫无存 而龙子也决心不再逃避过去 英格也在病房休养时 承认了自己亲手杀死父亲的事实 英格做梦也不敢相信 他这样的人渣竟然还能找到兄弟 本来他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但父亲和五个哥哥都去参军 最后哥哥们全都战死 父亲失踪八年后 一人失神回到家中 从此之后他开始酗酒 一言不合就对英格和妻子动手 整个人宛如一个废人 可对父亲的强烈撕裂 让英格并没有抱怨 只是利用热爱的拳击 来发现心中的不满 但在一次雨夜 他却偶遇被人赶出餐厅的父亲 那落魄的模样 让英格感到心酸 怎而几时 他把父亲当成偶像一样崇拜 他忍不住寻问父亲回来的意义 难道就只是为了 让他们母子看他落魄的模样吗 英格在后来才知道 这句话唤醒了父亲 可也让他身上的负罪感 变得更加沉重 他委托英格照顾好妈妈 隔天有人便在湖边 发现了父亲的尸体 英格一直责怪自己逼死了父亲 他没有及时理解父亲的痛苦 只有他苟活下来的罪恶感 改变了父亲 没有工作又无法适应战后变化的社会 且家人还无法体谅 英格一直认为就是自己杀了父亲 所以从那之后 他绝不允许再失去任何对他来说重要的冷恶 所谓的失负头衔 原来就是这样的误会 罗子他们也明白了自己全都误会了英格 只要再过两个月 英格就能出狱过上自由的生活 可左左慕医生却一脸阴沉地 望向了病房中的樱幕 他得抓紧时间想办法搞死樱幕 否则 他与世约的那些肮脏勾当 有可能会被捅出去 在世约休养这些期间 左左慕医生也没有去打扰樱幕 而这六房的众人难得过上悠闲的生活 心道的玉井雄谷对樱幕他们也非常友好 然而当世约复职后 他立刻与左左慕医生开始计谋 如何在剩下的时间内搞定樱幕 左左慕医生的恶心嘴恋在这时也暴露无依 那慈祥的外表下 轻眼藏着一颗极度变态的内心 他利用权势要求那些长相俊俏的罪犯委身于他 是因为混血的账被左左慕医生给定上了 他当世约在解决掉樱幕的同时 也别忘了他的猎物 可怜的樱哥就这样被石渊从六房带走 他还以为是出于以前的幻房 可等待他的竟是恶射最残酷的八房 才刚进去没多久 这群流氓就开始招待樱哥 他一瞬间便明白了石渊的寂寞 只要自己没忍住还手 他就有理由给自己增加刑期 但如果自己不还手 则有可能会直接交代在这里 毕竟他们这群人渣的生死根本无人在意 樱哥最后的选择是忍耐 难道他们用不同方式修弩 他都全盘结下 后来六房的众人在吃饭的时候 听到了八房讨论樱哥的言论 在知晓樱哥所受的痛苦后 真理熊率先发难教训了对方 可这只会让樱哥承受更多的痛苦 真理熊在意识到自己意气用事后 便找到八房的人主动道歉 还会让对方达到爽为止 只希望他们可以对樱哥高抬贵手 然后在监狱这种黑暗的环境 人性也会深受其影响 这群人疯狂地在真理熊身上发泄情绪 甚至找到一块石头 把他的右手彻底废掉 事后这群人还在樱哥面前炫耀 这些时间压抑的情绪终于被彻底引爆 他早就说过绝不允许身边重要的人受伤 哪怕当石渊的计谋得逞 樱哥也没有理由再继续忍耐 当石渊打开八房饶门 准备欣赏樱哥的惨状时 只见樱哥犹如战神一样站在中间 而那号称最残酷的八房全都倒在地上 石渊着急地想让他们说出是应目所为 但这些人对樱哥产生极为强烈的恐惧 没人知道昨天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进同一口径 表示这是内讧 跟樱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距离樱哥出狱只有三周 石渊的计划意味着失败 他只能无人狂怒却也无济于事 但左左摸医生却非常高兴 他终于找到了樱哥的落点 既然无法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那么就改变方向 石渊开始有意对六房中人挑刺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号 却要在暴雨中弯腰鞠躬到石渊满意 不然就会收到冰冷的棍棒问候 好心的熊顾看守想要解围 却被石渊狠狠地教育 所有人都明白石渊是在激怒英哥 他们试图做到无可挑剔的程度 但英哥最终还是无法忍受出手了 他被石渊灌到禁闭室 送来的饭都被石渊用各种借口倒在了分池 英哥的身体变得无比虚弱 可他健毅的眼神却始终没有改变 原来英哥对左左摸和石渊的憎恶 并不是身体上的折磨 而社六房本来还有一个好友 可他俊娇的外表 却吸引了左左摸的医生 他往称可以减刑而霸占了他的全部 痛苦的精英让好友选择自杀 他把左左摸和石渊的肮脏勾当 用遗书形式写给了英木 凡是知道他们秘密的任何人 都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座少管所 但也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来伪装事故 全顾偷偷给六房众人投入了英哥的处境 于是所有人拼尽全力 哪怕被揍得浑身是血 总算给英哥送了一颗饭团 不知群的石渊能到第十天 满怀激动的心情 准备见证英木的死亡 可在见到英木那坚毅的眼神后 他竟感觉到了害怕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不管怎么做都弄不死他 石渊力妈把这个情况 给左左摸医生汇报 没有办法 只能用一些特殊手段 他让石渊准备好一条水管 古代形法水形 可以杀人于无形 等熊姑再见到英哥时 他整个人已经到了冰死的情况 左左摸医生也在暗中调查到 就是熊姑在怀他们的好事 于是在这天夜晚 熊姑遇见很可惜的 熊姑来通报好消息 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深刻地意识到 这座少管所究竟黑暗到何种地步 想要救出英哥 只能依靠六房的六人 寻找手段根本不可能 从两个恶魔手中救出英哥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越狱 智商最高的龙次开始规划行动方案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为了拿到英哥牢房的钥匙 张决定牺牲自己 委身于左左摸医生 通过美色来让这老家伙犯魂 再趁机动运他拿到钥匙 而真理熊作为六人中的战力担当 他则负责去解决石渊 亚以许久的情绪在此刻倾泻而出 石渊只不过是仗着身份威风的指导户 精神打起来 根本就不是真理熊的对手 那就在他们逃出牢房后 还是被看守发现 左左沐医生也从昏迷中坚醒 这些情况都在龙次的计算中 想要所有人全都逃走 是不可能的事 他带头做出牺牲 紧接着 卷心菜和义哥都站了出来 男足的最大的看守 让剩余四人立刻离开这里 不了石渊就像幽魂野鬼一样 纠缠不清 英哥拖着疲惫的身躯 挡住了他的偷袭 真理熊健壮再也没有留情 狠狠地将石渊走得面目全非 他们最后被护士小池 手流养伤 看到英哥还活着 他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早就被英哥的善良所吸引 从现在起 属于四人的自由生活 很快就要拉开尾幕 而还在捎管所的龙次三人 虽然承受了非人的惩罚 但他们还是面对笑容 一点都不后悔 只要再熬过一年 他们也能过上自由的生活 所以斗地上的摧残 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可英哥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兄弟 嫩瘦这些 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 没有打出 按照英哥的安排 仗重新回到了少管所 这一次他嚣张无比 似乎没有把石渊和佐佐木 放在眼里 英哥曾经死去的好友 是他们的噩梦 当仗说出这人的名字后 就连凭对沉着冷静的佐佐木医生 也感到冷汗直流 最终佐佐木医生和石渊 都递交了换岗申请 新来的牢头 没有再针对农刺他们 这一年的等待非常平静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未来充满一片光明时 意外却来得让人死掉未及 英哥竟被人开枪 杀死了 佐佐木医生和石渊的报复 根本从未停下 从少管所出来的真体熊 并不会任何技能 在校条混乱的年代 想要找一份混口饭吃的工作 都非常困难 他好不容易打听到 美国基地有举行小型拳击比赛 只要参加就能得到5块的报酬 如果赢了可以增加到20块 被军官包养的日本女人莉莉 看到真体熊那健瘦的身躯 而同为老乡 于是便同意让她参加比赛 但现实的残酷 让真体熊没有想到 如果不是莉莉破坏规则 此时的真体熊已经倒在那台上 绝对的实力差距 那她根本不可能获胜 这里的达官贵客 就是想要欣赏暴力的美 至于选手的生死 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天真的真体熊 坦在屋外很不甘心 莉莉对他们的成绩表示失望 她早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自身的情绪 莉莉总是固执地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可没有真正的力量 怎么对得起这份自信 莉莉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打击真体熊 而是想要让她认清现实 她摔给真体熊一叠钞票 在领走前让她准备好再来 一次失败没有让真体熊气馁 她在应该的训练下 盖着寻找其他方式取胜 至于生活费 又属于这个生意达人 自然不需要烦恼 她攀上了莉莉这条线 从美军大拿到杨烟私下变卖 在一届准备妥当后 真体熊准备重新来过 这一次 英格决定陪她一起参加 虽然暴飞的右手不能使用 但英格教导她 可以在防守的时候 寻找对方破绽 用左手给予必杀一击 就在这台上的真体熊 不断寻找破绽的同时 英格则被人支开 石原和做做母医生的包袱 终于还是来了 在他们的计谋下 随于因私下买卖而被抓了起来 英格则是遇到了 早已神志不清的石原 她不为人知的秘密 被英格掌握 只要英格还活着 她就整日魂不守舍 这些时间 她只能依靠药物 让自己清醒 但战地悬殊 使她根本逃不到半点好处 英格根本不想与这种废人计较 她拿出石原忌惮的那张遗注 上面嫉妒者 她跟左左目医生的一切勾当 本以为这是赤俄络的公开威胁 谁知道英格竟当场 撕碎了她 她这么做 直接想到石原他们放过众人 可对失去人性的人善良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石原漫惨 博得同情 找到机会进被刺英目 在看到英目的坚毅的眼神后 她真的慌了 恐惧带来的负面情绪 使她本来就不太清醒的意识 变得更加混乱 英格没有打理石原 现在的她已经失去了复仇的意念 但左左目医生去转头把石原出卖 黄尘英目与石原买卖枪械 赶来的美军看到英目手上拿着匕首 由于言不通 英格心中只想赶去看真理雄的比赛 可她的前进在美军看来就是示威 随着左左目喊出一句英文开枪 石原经条件反射 口下的扳击 最靠谱的大哥倒在了雨夜中 而真理雄也在这台上取得了 来之不易的胜利 他带着必须胜利的强烈意志 回出了报废的右拳 随后迅速换成左拳 结束了这场比赛 可胜利的喜悦 却无法与英格分享 二十六房的每一个人 都受到过英格的照顾 他们决定在了共同承诺 一起实现他们约定好的梦想 并且约号要一起听英格报仇 在真理雄找到石原后 看到她那颓废的模样后 本来打算解决掉她的想法 竟消失了 让她这样活着 搜比死还要痛苦 而左左目医生自以为解决了阴没后 就可以高准无忧 说过是真理雄他们竟用计膜 将左左目医生骗了出来 在得知左左目医生竟在竞选市长后 他们只是奴走她 将她埋在了海边 还睡了每一次涨潮 都会让她无法呼吸 只要再过三十分钟 就能彻底淹没她 真理雄他们也不想要钱财 只要左左目医生 坦白她犯下的一切罪孽就行 为了活命 她全盘说出 可下一秒 她却发现自己在屋中醒来 她竟无法分辨之前发生的一切 到底是否真实 恐惧让她产生意识混乱 知道她在演讲时 见到卷行赛他们后 她才意识到另外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而广播是 竟播放出她自己坦白的罪行 她的试图彻底结束 晚年也要在监狱中度过 所有人都非常高兴替英格报仇了 但接下来 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来自生活的压力 有人的击败 也在这期间产生了一些问题 但好在 他们的友情足够简易 小时后来 听从家里的安排嫁人 虽然真理雄在与他相处时 渐渐产生感情 但在明白双方之间的差距后 一起两人也彼此坦诚相待 只是实在无法允许他们走在一起 真理雄发自内心地与他告别 并表示祝福 而John则朝着歌手的方向前进 他毫不容易找到机会 可以成为明星 可却被同行嫉妒 导致错过了重要的演出机会 甚至差点被活活打死 幸好是真理雄带着兄弟们赶来支援 他们六人没有强大的背景 可却有坚异的羁绊 在这糟糕的时代下互相取乱 张也在最后找到了妹妹 虽然没有把握住成为大明星的机会 但张也找到可以表演的舞台 相信日后总还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而他们之间的友情 就连黑道大佬也表示羡慕 却现在作为六人中的老实人 他没有远大的梦想 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伙伴们想叫他做生意 但一条筋的他总是干不好 最后他竟决定加入黑道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受组织待见 因为每天只想知道几点开饭 不过后来大佬的仇人竟搞偷袭 使卷心菜出手救下的大佬 但真理雄他们却只听到 卷心菜卷入了黑道的纷争中 担心了他们竟感到黑帮与大佬对峙 即便面对大佬的威胁 他们也毫不在意 大佬非常羡慕卷心菜 能有真理雄这些兄弟 其实他早就安排卷心菜 去参加摔角比赛 他那样的人还是不适合黑道 容易被人当枪使 大佬给卷心菜的安排 也让他非常喜欢 在这里他可以合法地发泄 可以尽情地干饭 一切都是卷心菜想要的生活 而智商最高的龙子 在后来沉迷女色 他也伤了一个风尘女子 竟不期想要跟兄弟们断结关系 也要跟女子在一起 但不管他如何伤兄弟们的心 所有人都还是理解他 时期的女人玩弄了龙子的感情后 站在他身边的依旧是这群兄弟 他们不计较龙子之前的无力 而龙子也很有担当地向兄弟们道歉 随后开始努力学习 打算参加考试 至于六人中头脑最灵活的水鱼 他也在后来找到了所谓的家人 不懂于龙子他们这些兄弟 曾经帮助过他的女人莉莉 在后来被美军抛弃 身上的所有钱财全部都被卷奏 失问落魄的他一度想要轻生 在知道莉莉想要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铺后 水鱼找到他无能结识的一个商业大道 山脑 用自己的全部做抵押 希望可以从山脑之边借到30万元 山脑是做借款生意的 但他从不会借多 他有自己一道商业理念 水鱼的请求打破他一直以来的规则 但他表示 只要水鱼能帮他讨回一份外债 倒也可以商量 为了莉莉 水鱼被揍得鼻青脸肿 但也在对方身上留下了痕迹 最后被水鱼的固执打败 而主动偿还了债务 莉莉在得知这些事后非常难过 他很高兴有人能为自己付出 但他不希望水鱼做出这样的牺牲 所以他希望山脑可以买下自己 不要让水鱼在做受伤的事情 两人没有异性之间那些非分的想法 一个把对方当成姐姐 一个把对方当成弟弟 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胜死亲兄弟 而山脑则表示莉莉错了 他曾经被美军包养 思维固化时 他很容易会再走上这条外路 毕竟他现在有的只剩下他的自责 山脑告诉莉莉 水鱼之所以愿意牺牲自我 就是不想让他再出卖自尊 当水鱼来找山脑拿钱的时候 经看到莉莉住现在山脑家中 他只是聘请莉莉来家中打理收拾 一个月亿万物 他告诉莉莉被美军卷走的钱 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生意在这段事中 可不是说做就做 一步走错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届时他可能还会为了还债 而重新走上老本行 所以在家中的这些时间 他可以跟他好好学习生意之道 明白无为山脑的水鱼有些尴尬 但也在心中暗自窃息 杨莉就这样一起留在山脑身边 开始学习 而他之前身体总会突然出现突发性晕泉 本以为是核辐射引起的后遗症 好在后来检查结果表示一切正常 而真理熊也在陪董水鱼检查的时候 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以前跟他打过拳击比赛的美军士兵 看到了真理熊的右手前窗白孔 作为对手 他十分尊敬真理熊的执着 所以给他介绍了优秀的教练 在进行评估后 他认为真理熊的天赋极佳 只要日后进行手术 受伤的右手也有大概率可以复原 从没有对未来放弃的他 一直坚持锻炼 才有机会在遇到贵人时 可以收获结果 后来手术成功的他 在这台上大放光彩 所有人在出乎以后 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虽然朝着梦想前进 会让众人分开 但不管何时再相聚时 他们都是永远的兄弟 正如在二舍六房 前游旁边的哪个大树 所刻下梦想的内天的彩虹 既然那坚定的神经 和充满憧憬的笑容 就代表着未来无限美好 翻名二舍六房的旗人 这部动漫的背景 是作者亲身体验过的时代 全翻共有26集 前半部分以黑暗色调演奏 充满压抑的氛围 让你有些喘不过气 但随着黑暗推散 黎明降临 这部番剧的美好 也随之而来 它给人带来的深思 在暴力和痛苦中 传递出希望 就算身手在地狱中心 也要抬头仰望天堂的勇气 不是吗 关于后半部分的美好 我们有过多细说 其实非常庆幸 所有人的一切 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着